讲鱼那个安全 是吧 非常感谢吴将军院士 先生的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特别特别有幸的 请到了百忙之中的吴老师 吴将军老师呢 实际上是应该是我的老师 也知道了我很多方面的工作 他的工作呢 自自的一直在做工作 一直到我觉得最早 应该是吴老师应该是20年前吧 你们把你们学校那个搞到安全 都搞得非常好 对对对 就过我影响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神科 那所以今天呢 非常有幸请到您来 给我们来做这个报告 那今天的报告呢 我觉得特别是在线 在现在这个 我在现在的线 那么今天的吴老师的报告是数字经济 需要更安全的 这个教育这个数字基础的设施 也就是内生 安全 不能网络 这个谈应系统工作 这个吴老师 你这个报告这个题目 我都没有听说过 今天晚上要 好好享受一下这个talk 吴将军老师呢 是我们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中 也技术研究中心的主任 那他实际上几十年都做这块事 他也是教授博生导师 是国际知名的网络交换专家 和我国的信息通信领域产业 跨越市发展的引领者 那他在 我记得他在这个 浙江实验室 在这个 这个南京的这个叫 紫荫山实验室是吧 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 那先后担任了国家 从859515到1015 863计划通营技术 他主题专家组的 这个专家和副组长 信息领域专家组的副组长 那么也是国家移动通信 重大专项论证委员会的主任 国家三网融合专家组的 这个副组长 当时我记得 吴嘉欣老师在广电 组织了特别三网融合的 这么一个重大专项 那时候我也是广电专家 当然都是跟 给吴老师是提报道 那么他也是国家下代 广播电视专家委员会的主任 原国家奖励委员会的 那么获国家进步 这个进步创新团队奖一项 国家科技进步一登 讲有三项 二登 讲有四项 国家教学成果一登 讲有一个一项 当然也是合量合力的成就奖 这是很多都是望求莫及的 那么所以说呢 他也是中国 iPad工商 这个咨询理事会代表工作十大提出贡献奖 那么所以说呢 他也是国家八十三突出贡献奖 国家科技公关计划的突出贡献者 那么2013年呢 陆选改革开放三十五周年重要活动的改革时代的人物 人物制 2008 2018 主持了 研制了 HGD04G 先后陆选改革开放三周年 科技成就的 这个 这个 精英和改革开放四周年的成就精英 并作为永久展品陆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这个吴院士啊 这是不是很少有的呀 也不是 也不是一份 鞋子娃娃一份啊 应该还是 还有少有的 我这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讲 那么还有吴院士今天报告呢 题目刚才我说了 今天是我们国员中英第77期 这个报告 这77期啊 这两个字啊 是数字非常优美 所以讲的这个报告主要的摘要是 从数字经济背景下 对网络基础设施安全的破解需求 来谈起 分析了网络犯罪 对全球经济构成的 这个日益严重的威胁 随着第四次公约革命的到来 新兴的人机物网 多元融合和空间地一体化 啊 等概念 对网络安全提出了 新的严峻的挑战 使得网络威胁从信息领域 扩展到物理和认知领域 啊 这个报告呢 探讨了网络安全责任分配的不平衡问题 尤其是在用户侧与制造侧之间的差异 并提出了网络弹性的概念 这个待会我要好好听听这个问一问这个网络弹性是什么概念 强调从设计和制造侧 预先考虑网络安全 以平衡责任与风险 在基于美国和欧洲 这个在推动制造侧 网络安全责任的政策和措施 以中国在内生安全领域的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 提出内生安全理论 那物严实的思想特别的丰富 那当时在指导我的时候 就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 和这个和这个指导意见 那么他作为一种新的网络安全的防御策略 通过构造 构造型方法 应对不确定威胁 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网络安全 提供了网络弹性 中国方与实践 接下来我们把报告 交给吴院士所在的平台 谢谢吴院士 谢谢各位 谢谢在线的老师 共享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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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很荣幸 受代表案员士的邀请 能够在这个论坛上 共享一下 分享一下 我的对一些研究的一些成果 以及对这个 对这个整个这个更安全的数字基础设施的一些认知 那么正如大家所知道 我们现在人类社会 进入了一个数字化转型 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这样一个新时代 无论是数字经济也好 还是智能经济也好 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这样一个新时代 那么但是呢 我们面临了一个很严重的转型挑战 就是网络空间安全威胁 为什么愈演愈立 就是一方面我们的进入一个新时代 一方面我们又担心的 这种转型的中间的巨大风险 因为我们看到现实 这个世界网络空间安全威胁 这个越来越厉害 而不是越来越小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计算机安全技术研究计划 1972年就出来了 包括后来最近出来的是 工程可信赖的安全系统 当今的网络安全 整个一个防御一个态势 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西方人说的 呈现出一种打验出的 这样一个游戏 这样的这个说法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网络安全 这个概念提出到 现在已经有五十余年历了 五十余年 这个网络安全始终处于 风猛堵漏 不断打补丁的恶性循环之中 而系统的互联性 复杂性不断的增强 人机网深度融合 这样的一个态势都在形成 因此也给 这种网络攻击 创造更多的攻击机会 所以网络安全 它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打验出的游戏 你看就不断的追打 从黑洞 从漏洞 已知的或者未知的 冒出来这个验出 这里敲下去 那里冒出来 就是按一下葫芦 扶起瓢 那么看一下 这个欧盟有一个报告 就是网络安全 我们的数字之锚 欧洲视角的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啊 很惊人的一段书记 就是15年 21年 23年 以及预测25年 他说到 他说预计到2025年 网络犯罪 这可是讲的不是诈骗 跟那个缅编 缅摆的那个诈骗台 我还不一回事 还讲到网络犯罪 类似于 网络各种网络攻击啊 是吧 包括勒索病毒等等这些 这个全球每年的省市 高达10年5万亿 就到2025年 这个去年 大概是超过8万亿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比一年全球 自然灾害的总体 造成的省市 要大得多 也比所有主流毒品的 全球贸易总和更多 这个数据 来源于网络安全风险 投资公司 2022年的官方 网络犯罪暴放 那么网络威胁 正在从信息域扩大到 信息域加物理 加认知语 所以数字化 智能化的时代 也是安全转型的时代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决定性的时代 能不能完成 社会数字化转型 那么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络控制安全问题 否则的话 这个转型就是灾难 灾难性 那么这个转型中 我们可以看到 出现了一个多重安全交织问题 我们看一下 这上面有三个丙图 我们可以说三个集合 传统的工程安全 就是可靠性的问题 那么还有 已经有到网络安全问题 现在还出现了 信息和数据安全问题 特别资认时代 我把它称之为 广义功能安全问题 那么这三个问题的交集 就是这个 虚线指出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我把它叫做 广义功能安全问题 那么它有 至少下面有五种性质 就是物理失效的随机属性 软件失效的不确定性 以及网络攻击的人为性质 还有受信任 执行环境的权位 比方说 我们的什么区块链 我们的零信任 我们的加密 算法可能是 没有问题 但是系统总是 免不了受到网络公益 还有现在热火朝铁AI 内身安全个性问题 像它的 不可解释性 不可推理性 不可预反性 那么这些 糟糕的是 这些广义功能安全问题 这种新预新智的 广义功能安全问题 它无法用既有的安全技术 我们去把它分而知之 我们知道科学上 有个方法叫还原法 我们能不能把它们分解 分解开来的解决呢 这个广义功能安全 无法分解解决 因而产生了新预新智问题 那么 这个安全界 这个既有网络安全的一个方法 现在承载了一个天花板问题 那么在这本书里头 在这本书里头的话 把网络安全问题分成了这四个 四个问题 原因和现象 你看第一项线里面 已知的已知 就是知道现象也了解原因 第二项线是未知的已知 而叫做知道现象但不清楚原因 第三项线是了解问题 但是不知如何呈现 最糟糕的问题是未知的未知 不知道现象也不清楚原因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不确定安全威信 未知的未知又叫不确定安全威信 成为了既有网络安全范式 无法解决的天花板问题 最是范式 不是技术 也就是整个道路 既有的网络安全的理论方法 无法解决天花板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天平化的就是 用户车和制造车分两边 我们看到刚才打印出的 这个主角在哪 是在用户车 因为我们现在定义的是 谁建设 谁使用 谁赢 谁负责 因而造成了用户车 或者叫使用车 承担了过多的安全责任与风险 而制造车 往往选择性的忽视安全责任 因为安全这件事情 不卖钱 不卖钱 也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 大家都愿意做地上工程 不但愿意做地下的工程 所以你们看到 这个迪拜 这个超豪华的城市的话 这回被水淹了 还有呢 用户车相比制造车而言 在安全方面 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即使是我们培养了 一大批看家护院的网络安全卫士 但是他的培训速度 永远赶不上数字产业 从业或就业人员的毕业素兰 以我们中国为例 去年我们全国毕业的 关于网络安全发辩的 一百多所愿校 大概是三万不到的这个学生 而我们呢 从事数字产业的 或者与数字技术有关的 这样的毕业生是七十多万 按照网信办的这个预测 到2027年 中国需要287万 网络安学卫士 说明可以看到 我们可能大概还需要用一百年的时间 可能才能满足2027年的任务 这也想说就根本完成不了 所以缓慢增加的网络安全产业规模 远远赶不上有毒带剧的数字产品 爆炸式增长速度 所以制造车很happy 不用再考虑什么安全问题 我只要感觉性能是不是很流畅 我上网是不是很丝滑 是不是很畅快 然后像冲浪一样 我们体会到那种刺激 所以制造车就干这事 他优惠者就苦苦这里堵那里动 因此全球 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 他们也在讲 为什么五十多年来 这个事情 咱们就不会很好的解决了 西方终于认识到 网络安全 是一个市场机制适应的地方 我们知道西方是从事市场经济的 认为上帝的指手可以来调解 结果很遗憾五十多年来发现 这个上帝指手 在这里是不管用的 因为制造商缺乏认真对待 网络安全问题的动机和激励机制 存在习以为常的偏差正常化 似乎所有的软件 在他出场的时候 都一定有这样一个假设 就是肯定会带有 必须通过补丁修复的缺陷 而且大部分 都是要被恶意行为者利用后 才能修补的 也就是说 一定要付出惨重代价后 一定是网络养以后才能补牢 这些话都是原话 比如网络安全风险 设计安全软件方法和原则 我也有 那么同时在欧洲的网络 谈议法案中提出 网络安全市场具处强烈的 负外部性 就是由用户来承担安全成本 由第三方来承受不利后果 那么由于用户的粘性问题 所以切换供应商困难 因而市场垄断就造成了音循守旧 不知进取的制造业文化 那么欧盟的调查认为 在欧盟范围内近50%的制造商 明知其产品有漏洞 人将其投入市场 中国有多少呢 我大胆的预测一下 不会低于98% 中国大概98%产品 是明知产品有漏洞 还将其投入市场 我们的问题更严重 好 怎么办 怎么办 美欧就提出了 看来有原来的小打小闹 羞羞扑扑不行了 就提出了数字生态系统 底层驱动范式转型 就像我们现在什么双碳 碳大风啊 整个这么清零啊 等等这些 要进行数字生态治理 原来的生态 那样子充放的 那人类价不好过 所以美欧政府认识到 要进行生态系统转型 也就是要用生产关系 来主导 这次生产力的转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先生是前 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总监 他说应该将更多的 网络安全责任 转移到制造上身上来 他说我们在药物和资料方面 已经做到了 就事关生命和安全事 都必须确切地指明哪些事物 是不可以随意选择的 我们在交通系统方面也做到了 现在我们需要在网络空间也这样做 那么这位美女局长 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 这个安全基础 是安全局局长 真理事 他就说 如果是网络安全是一个 IT的细分领域问题 那么责任主要是落在 首席信息安全官身上 如果将网络安全视为核心业务风险 那就应该有首席指引官和董事会负责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模式来解决网络安全方面的差距 是什么模式呢 一种消费者可以信任他们每天使用的技术的安全性和完整性的模式 我们每天在使用的笔记本内脑 每天在使用的手机 我们每天使用的微信 每天使用的支付宝 我们能信任他们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吗 所以平衡网络安全风险有责任 要从数字产业的源头技术抓起 否则 两张皮的问题无解 我们也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 一提两意驱动这双能 习总数据说 但是这还是两张皮 所以不论是数字产业化 可是产业数字化 都必须以网络安全为第一要务 西方美欧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 那么数字生态系统驱动范式转型的抓手是什么 西方提出网络弹性 什么是网络弹性 就是网络安全从使用 向设计制造车左移的网络安全 为什么叫左移呢 因为设计制造在上游 用户使用在下游 看起来就是从下游向上游的左移 其实 我们在网络弹性方面 在13年时候 我国就提出了 数字系统内身安全理论和理态防御技术 18年 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 Metro就提出了网络弹性 所以这方面我们至少比美国人提在五年 提出这样的一个制造车设计安全的问题 后来美国政府和标准化组织采纳了 他们强调从任务视角去保障系统 重点考虑如何在防护失效的情况下也能确保任务达成 所以网络弹性和网络安全不同在什么地方 第一 关注的防御阶段不同 第二 保障的目标不同 第三 就是红的标志的 他说更是于高危险场景 也就是他做出了一个假设 就任何数字行动中 必然存在着实现的组件 注意啊 还不是说有漏洞了 已经被实现 可能已经被人控了 他把他这个作为一个前提 作为一个前提 假设前提 有实现的组件的情况下 在防守 组件防守 无法完全奏效的情况下 怎么样 还要确保任务达成 这就是网络弹性 我们可以看到 弹性比网络安全比较更高 去年 美国最新迭代版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指出 比如从根本上改变 数字生态系统的底层 底层 底层驱动 那么建立一种 建立一种 可防御且富有弹性韧性的数字生态系统 使其更容易形成内在防御能力 注意 内在防御能让攻击方付出比防御方更高的代价 要进行防御优势的转变 发布了开发网络弹性系统 系统安全工程方法 这是应该是世界上首尾部 首尾部 这样的一种文件 这个文件就网络弹性的目的 网络弹性的目标 网络弹性的技术和实施方法 零零种种 大概是多少 四个目的 八个目标 26个子目标 14个技术 49个方法 集五个战略设计原则 和14个结构设计原则 已经近500个指向 真是很惊人的 这个游戏规则的改变 改变太大了 明确指出 要需将数字产品的安全 置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前沿和中心 从一开始就考虑安全的设计 不是事后去补救 因此 这种转变就要从附加安全 到设计安全转变 我们在线转的状况前 我们设计归设计 我们的数字信息 人工资源信息 设计归设计 实现归实现 实现归实现 有问题 我们在外面加一大堆 找一堆保镖来进行护卫 就来护卫防护 未来 要从设计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 都要考虑网络安全 使系统具备 网络弹性 设计的时候就把安全设计进去 使用的时候 应该不依赖 或者不依赖 整个外面的复杂 当然也 弱势群体 可能还需要 但是呢 大部分不需要 不大部分不需要 那么 这大家有时候会产生一个误区 好像把这外面的东西 给它堆进去就行了 不是的 这个 这个 西方的网络弹议指出 将网络安全 融入到技术和产品的设计 制造中 不是让两个工程组 设计两个系统 用一个去保护另外一个 而是按要求设计一个单一的系统 在其中融入安全的能力 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 安全不是 Building 硬也不是硬干的 不是欠辱 是要内省 就像我们的干心费一样 是由我们的干心 保险历史长出来 任何事后加上去的东西 那都叫内资 内欠 不要内省 美欧啊 这个政府啊 提出一个非常 这个 我讲的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口号 就是我们需要更安全的素质产品 而不是更多的网络安全产品 这句话讲的非常之好 非常的好 我们现在去搞更多的网络安全产品 去保护那些不安全的素质产品 这个方案要扭过来 好 2023年起 美国就多个机构 联合了他的物业联名 以及德欧 现在开始有十几个国家 发布了制造车安全政策文件 就是用政府来倒逼数字生态 系统底层驱动范式的转型 在他们这个报告 像平衡网络安全风险转变 基于设计与默认安全的方法和原则 我们看看这些主持的单位都是什么 都是极其敏感的这些机构 那么制造车设计安全是什么呢 是将 将安全作为包含数字元素 注意 只要有数字元素 包括很多的CPS系统 只要包含有数字元素产品的核心能力 要贯穿于产品设计的始终 而非仅仅作为产品的一个技术选项 不仅是个technology的一个option 应该是一个social must 应该是个social must 那么只说要默认安全 就产品开箱即可抵御 普遍存在的攻击技术 我不管你什么数字产品 你要达到开箱即可体验 最终用户无需采取 额外的措施来保障其安全 所以数字化转型 要倒逼网络安全转型 网络安全责任要由用户车 向制造车转移 来打造安全弹性的数字生态系统 我们知道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风险很大 因为没有免费的午餐 所以根据美欧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 他说尽管基于设计和默认安全 可能会增加产品的开发成本 基于软件开发成本 就要至少增加19%左右 但可大大的改善客户的安全 从长远看 也可以降低制造商的维护和修补成本 以及最终用户的全收命周期使用成本 装ABS 装这个气囊 肯定是有附加代价的 但是没有的话是万万不行 万万不行 所以美国最新版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以及它最新迭代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实施计划 它动员了18个机构来推进制造成安全 这是政府来推动数字生态底层驱动 范式转型 这不是市场推动 不是靠上帝之手 那么美国人还是有行动 不光是喊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决定在2023年底实施网络安全标识计划 也就是你这个数字产品或者包含数字元素产品 没有这个标签 你将是伪劣产品的意思 是不安全产品的意思 标签 那么怎么能够通过能够贴到这个标签 美国人有500个 即500项诊识 以后他给你贴标签 那么同时 这个美国人也认识到 说数字技术与产业 必须全面贯彻数字生态系统 不仅仅是IT ICT 而是CPS 因为新的人机物网多元融合 它是CPS 不能再把它指说是一个信息系统 所以讲信息物理系统的网络弹性 不仅仅是什么 我们的IT系统 ICT的系统 所以数字形态转型 不仅只限于 不能只限于数字基础设施 而是要贯存在所有CPS系统 和数字产品之中 欧盟一般都是很激进的 从2020年开始 跟着美国人后面 到23年 它比美国人还快 它推出了欧盟网络弹性法案 它的立法逻辑是 制造商缺乏认真 对待安全问题的动机 如果没有政策执行者的适当干预 市场无法应对 不断上升的网络安全风险 因为它认为 网络安全是市场 市场机制适应的地方 政府必须干预 要求数字产品制造商 包括我们的软件设计 要实施网络弹性设计 必须对应产品设计缺陷 导致的网络安全事故 负责 制造业的 那个happy life的时代 讲过去 那么从明年开始 是它的法案生效原点 届时进入欧盟市场的 数字产品 必须满足网络弹性认性标准 我大胆的 这个警示 我们的这个产业 未来几年 我国 还有数字元素的产品的出口 将面临断压式的下降 我们必须以超常规的速度和勇气 来尽快完成 中国特色的数字生态系统 底层驱动 范式的转型 实不我呆 当然我中国政府也不会容忍中国 这个数字产业继续去生产 更多的不安全产品 使中国成为网络安全袜地 这中国政府也是不会允许 那么欧盟还提出了网络安全经济学 指出了网络安全市场就强烈的负外部性 就是用不承担成果 成本啊 第三方成就不利 也指出网络安全可能会成为快速进入市场的潜在障碍 减少这种企业的先发优势 这个制造商呢 还因为缺乏必要的激励措施 就像都老是挖地下工程 地上看不见 用户感受不到 或者是个小概率事件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21年 这个欧盟委员会科学联合中心 就GRC 这个发布的报告中说 他说我们需要对网络安全的设计和部署方式进行犯事转变 那 他们在修复的 以使制造业更积极主动 更好对于社会需求相联系 网络安全正在从一种技术选择下 也变为一种社会必须想 安全 不应该是一种奢侈的选择 应该被认为是客户 无需协商或支付更多费用 即可获得的基本权利 在这个报告中指出 必须使用负责任的数字技术 只对负安全责任的数字技术 那也不负 对数字技术不负 不安全的数字技术的话 是属于不负责任技术 要开发更安全的数字产品 而不是更多的网络安全产品 我觉得他们说的都相当的好 然而当前网络谈新系统工程技术路线 及运河 他存在着运河问题 他目前的技术路线 主要还是基于经典网络安全理论和方法 来作为制造车设计安全基础 也就是说他把原来在 在用户车的打业储这个游戏啊 他搬到制造车来 就是现在制造车去打业储 所以要求数字产品 或者包含数字元素的产品 出上前 要必须对当前注意 讲的是国际漏洞库内 所有已知漏洞 都有相应的应对 包括可恢复性措施 并可接受第三方的测试评估 这件事情对我们后面会讲到 对我们中国很不利 小院高墙对中国很不利 但是即便是这样 他存在五大硬核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不确定饶动 我们知道不确定危险 刚才讲到了网络安全 在原有安全问题的纬度上 是无解的 网络弹性要急需创新的 内政安全凡事 我们知道这位先生 是我们现代计算机体结构的B组 他提出了存储成余控制 当时冯若一般结构的三大 这个要素之一 成主成余控制构造机理 这个构造机理存在着向善和向恶 的自在性矛盾 就是他存在着两面性 这个两面性 他既可以让我们干好事 干好事 也可以让别人当干坏事 那么这位先生在三一年 这个数学家就指出了 他说任何一个逻辑自洽的形式系统 只要包含了简单的初等数论描述 那么系统内就必定包含既不能证明为真 也不能证明为假的命题 也就是说 若如一般的成主程序控制构造机理 是不能证明他自己为真 也不能证明他是为假 总会有一个不确定的盲点 即使一个逻辑之下的性质也是不完美 无法自制清白 怎么办 这位先生大家都熟知 阿尔伯特·埃伊斯塔 他就说 如果在问题的原有纬度上不能解决问题 那么仅能够呈现实 那么物理学的原则就是增压纬度 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途径 那么第二个就是 现在美欧的网络弹性 他仍然基于经历网络安全范食的射击安全 所以网络弹性的有效性 极度依赖知识库的保鲜度 以及公平获得 他们现在美欧搞的这个小院高墙 把漏洞库的增量部分 给平秘了 把病毒库 木马库等等这些库 都增量部分对我们都平秘了 所以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 然而我们没有最新鲜的知识库的话 你怎么搞网络弹性设计呢 第三个问题 因为他的整个的网络弹性设计 还是基于亡羊补牢的 那个安全理论的话 所以他仍然跳不出补丁落补丁的恶性循环 吃一件未必能长一致 只不过说 打业主是在 不光是在用户车 在制造车也要打 仅仅仅是这样而言 他并不能去解决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天花板问题 第四个就是网络弹性工程 他现在只有混凝土铜料 就是有石灰 有水泥 这个石灰 沙子 石子 等等各种添加料 我们叫混凝土铜料 但是他没有钢筋骨架 我们知道 光用混凝土铜料堆起来 那也还是比土杂杂强一点 他研究 原个意义上 他不是钢筋混凝土建议 因为他缺乏构造性的安全争议 IBM有调查 因为时间问题 我不想看讲 第五个问题 也是最大的问题 怎么衡量网络弹性能力 我们在生成 我们具有网络弹性能力的时候 你怎么来 怎么来衡量 也就是他缺乏量化评估的方法 更多的还是定性的 那还是定性 所以造成了 美欧网络弹性系统 设计的 选择的 500多项 这个里面 那么多标准原则 选择的 更重要的是 度量满 度量满 所以基于传统网络安全理论和方法的 网络弹性设计 不可能破解 当今网络安全的 天花板问题 也就是 未知的未知 它是不可能的 理论上就不可能 那么我们要来解决问题 回过来 我们来看看 网络安全的第一性问题 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都在讲 第一性问题 是软件代码的设计漏洞问题 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来看一看 这位先生就是佛若一万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他在40年代 上个40年代 他在关于计算机的这个体系结构理论的一个输入 他指出 他说即使是简单的 我这个夸号 存储程序控制计算系统 也可以表现出复杂的行为 而错误的可能性 在所有计算系统中是固有的 也可能在使用和发展过程中产生 意想不到的问题 那么在1949年 他在一篇题为 复杂自动装置的理论及组织的进行论文中 给出了病毒城市的蓝图 也就是说 他进一步诠释了 陈处程序构造 可能产生意想不到问题的 激励 很遗憾 这个 他的这一篇文章并没有得到 得到更多的关注 直到70年代的时候 才有了一点什么病毒的这个提法 80年代的时候才出现首个什么病毒 人类认识 最有天才 这个科学家的这个警告 我们是被选择性的忽视 那么好 那么这种程序控制构造的基礼 是我们现在赛部空间 赛部空间 就是网络空间 网络空间没有计算机 大概就不能成为赛部空间的成员 所以在赛部空间里存在着什么 娘胎里带来的基因缺陷 因为你只要使用存储程序控制 你就一定是这样 所以我们什么机电是什么东西 他没有网络安全问题的时候 也是因为他没有存储程序控制 那么娘胎里带来的基因缺陷属于什么 就是这位先生 大名弟弟的黑盖先生 听说 他说一切事物都是自在的矛盾 所谓自在矛盾 就是存在着向患和向恶的两面性 正如人工智能现在的 也是个两面性的东西 那么自在性矛盾 我把它定义为网络内身安全问题 我给了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在现在在全世界都是有 凡是包含传出程序控制构造的 数字元素的系统 如果不能杜绝软硬研代码 实际的脆弱性 这自在性矛盾导致的内源或内身的安全问题或隐患 在网络攻击或其他不确定因素的扰动下 局部和全局性的不确定安全事件将不可避免 我们把这样一个问题简称为网络内身安全问题 就是CESP问题 那么内身安全问题的特征 首先他的问题在哪 是存储程序控制构造 这个自在性矛盾 这个它的问题是在这 别上来就说什么漏洞 是在存储程序控制构造下 才在谈漏洞的问题和攻击的问题 那么自在性问题 那么也就是凡是包含了程序程序控制的 数字基础设施或者信息物理性 就不可避免的存在内身安全共性问题 这就是网络空间安全威胁 为什么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 我们智能化 数字化智能化 把大量的什么软件定义 什么软件定义 一线 Soft will define the anyone anything 好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一下 内身安全问题 内身安全事件是两个概念 内身安全问题是指它内在的 那个是一个自在性矛盾问题 内身安全事件是内因和外因结合后产生的结果 接受到安全事件 所以有内身安全问题不一定产生安全事件 因为安全事件是内因和外因结合的产物 这是由它的矛盾性质来决定 就自在性矛盾的双方 只能眼睛转化和和解 而不可能彻底消磨 这是矛盾论 给出的结论 所以内身安全问题是内因 所以在外部因素作用下才可能演变为内身安全事件 毫无疑问 内身安全问题既有个性化特点 也有共性化的表现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 大家说这个能干 这个是能干 这个是它的底座 也就是实现人工智能系统的硬件和软件 它如果有这种基因缺陷的话 那么不光是人工智能自己的那个三不可问题 还有底下的这个软件 的共性问题带来的安全事件 那么经典网络安全思维视角和方法论 是无法应对不确定的危险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表现我们是一个数据中心 那个蓝色是我们期望的功能 但是我们知道设计过程中 我们无法决定当前紧张的功能 我们没法设计出当前紧张的功能的系统 这是在数学上成立的 所以就可能会存在着一些不期望的 这样一些暗功能或者副作用 就叫四要三分读就总是有 副作用 那么好就是 攻击者就可以利用这样一些暗功能 和显示副作用 就所谓的漏洞 怎么样 进行攻击 于是的话 我们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怎么样 就打上个补丁 就打上个补丁 不断的打补丁 所以无论是封门补落户 还是内签内智 各种加密认证或附加安全技术 它都无法保证 保证补丁上和补丁后 甚至专门嵌入的安全功能 会不会导入新的内身安全 共性问题 因为存在内身安全问题 你无论堆切多少附加 或内置的安全技术 传统数字存在系统 底层驱动环境 的安全逻辑 是无法闭合的 所以内身安全问题 在全面挑战 当今数字存在系统的 底层驱动范式 我们看 右图 假设这里面 从硬件到软件 到操作系统 中间建造 我们所有的应用软件 都是我们自己的 所谓就是性创的 自主可控的 但是我们同样 对这每一层的元素 我们都可以提出 左边三个问题 有没有漏洞 有没有设计出现 有没有后门 或者有没有线门 不经意使用了人家的后门 的线门 有没有多重安全 胶质跌加问题的 很遗憾 无论是自主可控的 数字设施 还是保镖式的 网络安全产品 对这些灵魂拷问 都无法给出答案 甚至叫压口无言 是不是很悲心 很悲心 怎么办 好 我个人提出 要基于变革性 能对安全理论方法的 设计安全 这才是解决问题 知道 那么在13年 我原创了 制造车涉及安全理论方法 把称叫擬台防御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西方 现在国际上认为 这个网络安全 这个内设安全理论方法 是网络安全的中共学派 所以西方至今 没有可以相提并论的 理论与方法 我们内设安全 负责网络台应用工程 在去年7月份 新出版 那么相应的英文 会在今年的8月份 由Separin 额向全球发起 那么它的核心思想 就是 努力着寻找一种 能够在有毒带运的网络空间 来构建安全性可承诺的 信息物理系统的设计理论与方法 不是社会面动态清零 那个做不到 人们到现在也没消灭过什么病毒 也没消灭过 彻底消灭过什么什么细菌 那么到底有没有内神安全 它是一个创造的词 还是一个科学纪理 所以根据这 我提出了 内神安全存在性猜想 这个存在性猜想啊 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文式图 就泛安全元素 文式图 我们知道安全这里面有三性 动态性和随机性 这是一性叫D 动态性和异构性 我们叫V 荣誉性 大概所有的安全技术 都要用DVR 然后我们呢 我就在想 这个DVR如果只是两两交集 或者不交 肯定解决不了 这个位置的位置 安全威胁 那么我们就想 如果能够构建一个DVR的完全交集 那么是不是能够承载着一种安全 能够对付位置的位置的安全这个基底呢 也就是如果能够复杂的广义 不确定扰的问题 变换为DVR运动 查诺和有感 共和形式表达的安全实践 这对身安全在理论上应当可以承诺 这个广义不确定扰动问题 包括在不限于已知的位置的 随机的或不确定的 人为的或非人为的 公共的的 网络的或者信息安全的多数交通问题 那么以此 我试图回答 在有毒带俊的网络空间 究竟能否 究竟是否存在 基于构造的 安全性可承诺的 数字系统 网络弹性设计 理论与方法 也回到这个问题上了 就内身安全 只是一个名词创造 还是一个科学机理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科学研究 发现内身安全承载性 科学机理 也就是如果能构成DVR 那么我们可以 已经在理论上证明了 DVR完全交集 承载着内身安全信息 也就是内身安全承载性 一拆下 这种科学上已经被证明了 这里面提出了两个定例 两个引力 我不能让展开说 这就是说内身安全 是一个科学基理 而不是创造的一个 什么新名词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理的发现 我们发明了 内身安全的一种构造 它的学术用语 叫动态一共容易构造 DVR 不展开讲 那么这个构造 它有几个理论基础 第一 女生安全构造 要满足相对正确公理 什么是相对公正 就人类现在的民主制度 相对正确公理 就人人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点 但极少出现独立完成 同样任务是 多数人在同一地点 同一时间 犯完全一样错误的情形 这就是我们人类所征收的公理 叫相对正确公理 同时还有这本书 控制论的第一性定律 就是由这个 VLAP罗斯埃斯比提出了 自然间只有多样性 才能摧毁多样性 又成控制论的第一性定律 或必要多样性定律 我们可以理解为 就是这个必要多样性定律 是适应和进化的能力 以及因律发展过程中 不确定因素影响的鲁棒性 构造 那么第二 我们又证明了 内神安全构造具有超稳定性 同样是VLAP罗斯比 VLAP罗斯比 他在上个世纪50年 的大脑设计著作中 他就提出了一种超稳定性的概念 他认为当一个系统 旧的稳定性 不可避免的破坏时 如果有一种机制 可以使稳定性重新建立 这种系统可以成为超稳定性 说我们刚才内神安全构造 他具有控制论的必要多样性 以及控制论的反馈和信息 两个基本要素 从而获得了学习和适应的能力 因而可以在不依赖攻击者 关于攻击者先知的条件下 可以有效的依据 因为人为或非人为因素造成的 插摸性质的 广义不确定让我们影响 具有重新建立稳定性的机制 所以他既属于超稳定系统 也属于我们理想的网络台积系统 这是内神安全构造的动力学基礼 我们可以看 把这软硬线的构建库 这是功能等价的虚实运行场景 这是功能等价运行场景的集合 这是我们一个请求进来的话 大家来做 如果他们满足了策略裁决要求 怎么样 OK 如果是有问题怎么样 他出现反馈 反馈以后他自动调换 那么最终达到 继续满足又出去了 他都有些机理很简单 基于反馈控制的策略安全 那么也可以认为内神安全构造 它是一种空间变换 他对广义沟通安全做了一个降维变换 我们只看左边 车里面有网络安全问题 有沟通安全问题 有信息和数据安全问题 一大堆多维度复杂安全问题 但是通过这个DHR构造 内神安全构造 我们可以把问题空间进行交为变换 把它变为在DVRT的四维施工 转换成两类就是 插膜或构膜 三种性质 简单性质的安全问题 即插膜性质的扰动 有感构膜扰动和无感构膜扰动 尽管我们只知其然 不知所以然 但是为基于感知的异常处理 奠定了基础 也就是我们能把位置的位置 通过这样一种构造变换 成为一种已知的位置 从而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处理了 那么内神安全构造的数据性质是什么 它是一种结构编码 环境加密 时间问题我不展开 不展开 那么开辟了信息数据加密之外 相同那个完美加密之外 吴嘉欣提出了结构编码和环境加密的心灵 就是系统加密 不光是数据和信息加密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结构编码环境加密 这是一个兔子 草原上一个兔子 这里面有几个引用 我们可以大姐可以认为是什么 漏洞或者病毒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果看 把这个兔子放到三种场景下 放荒漠环境 雨淋环境下 兔子还是兔子 兔子还是兔子 也有不同的这种隐蔽之物 但是我们把它叠加起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 多个场景混叠后的效果 我们还能看得清楚吗 还能看得清楚吗 看不清楚 这个各种叠加场景都隐蔽之物 被环境加密 内外应该因为结构编码折断了可相互作用的关系 从而攻击者难以利用 引力在各层中的漏洞实现协同逃逸 所以兔子 人是兔子 语意未变 但语境变 另外我们从理论上证明 理论上证明 内识安全决构造 与相同的完美加密 具有相似和相同的性质 这是理论上证明了 因为相同性质论的一次移民 完美保密理论 那么吴江青的内设安全构造 一次一重构 是完美安全系统 不客气的说一点 相同的一次移民 仅仅是内设安全构造 一次一重构的一个特例 所以内设安全构造 具有了不依赖 关于攻击者先验知识的 完美加密性质 就是对不确定危险的影响 我们给他加个目 既然我不知道 我也让你攻击者用不成 有点说反勒索的 我们去勒索攻击者 所以结构编码 环境加密 会产生一个双方效应 使用者我不知道 你攻击者也弄不成 你也弄不成 即便是你放的后门 你放的木马 你也看不到了 用不成 他被我加了命 我不知道你在 你也用不成 这样的话 把它单向透明给解决了 另外理论证明 内设安全构造的 这个双方效应 是可以证明的 我们用贝耶斯纳斯均衡 可以证明 内设安全构造 具有什么 使用强化学习车点 使得最终选择 直行的组合 无限去进行 比上帝四角下的最优组合 同时这个学习的过程 其后悔之累计增长 是亚线型的 明显好于随机选择 所以内设安全构造 呈现的双方效应 可以动态平衡 安全与防御成本 什么是纳斯均衡 留给大家去 大家同学们和老师想 所以内设安全 双方构造效的 使得网络攻击者 无论怎样增加攻击成本 他都不会 也无法再提高攻击收益了 最近我们现在 IE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理论证明了 内设安全构造 具有独特的纳斯均衡解 也就是 这个构造的工房可薄于空间 机器有限 道高于此 魔未必能高于上 那就是这个结果 理论上证明 因此我们可以看内设安全 实际上是 在不确定安全问题空间 去创建一种基于可控概率的 安全可信的服务环境 我们看一下 我们通信科学 就是相同的第二定例 通信领域的科学 就是有造性道 解决造成性道上 如何提供基于可控概率的 可靠通信服务问题 那么内设安全存在性领域 是安全领域 广告安全领域的科学 它要解决 数字存在系统存在 内设安全问题条件下 尤其是存在着 存储程序控制 这样的一种 自载性矛盾情况下 如何创建基于可控概率的 受信任的执行环境问题 实际上 实际上 自载界唯一确定的 就是不确定性 技术发明的意义 就在于将不确定性控制 将不确定性控制在 可承受的范围内 这就是技术发明的意义 好 那么内设安全 是你自己理论上证明 是不是可度量 我们提出了 内设安全能力的黄金度量法 叫白鹤插装 比方这里面有三个功能 等价的执行体 我们怎么样呢 我测试者 让设计者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把这些测试力的 什么漏洞货门啊 基于测试力的东西 给它按进去 然后看看 它会不会自动移除 不管你做到哪去 它的结果都是应该这样 白鹤测试 就内设安全的黄金测试法 白鹤 只有白鹤操装测试 其他的黑鹤一律都 都无效 都不是 所以现在这种黑鹤城市 什么拿了一个漏扫工具 扫一扫什么东西 那些东西完了以后就安全了 那东西在我看来的话 那又有些蒙 有点蒙事 蒙事 那么对于安全构造 同时它又具有 又可以对安全可信的数字系统 相当于一个钢筋骨架 就像我们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里面 它是一定要有钢筋骨架 然后我们可以把现有的安全技术 作为混凝土铜料 什么加密认证防火墙 区块链 零星认等等这些东西 怎么样 也添加进去 于是我们就得到钢筋混凝土墙 所以可以证明 把这些安全技术 作为混合混凝土铜料加进去 我们的系统可以获得指数量级的 挖落弹性 挖落弹性 而且这支进去的以后 这些安全技术本身 是不是安全和可靠 不重要 我们要求它一个构性 也就是我们不需要证明 这些安全卫士 是不是绝对忠诚 我只需要它们一构性 因为一构度 给我带来安全争议 所以那些安全构造 具有自然接纳 各种附加或经典 和创新安全技术的融合属性 我绝对不是说把现在搞完了安全的人的 方案都多了 我们是 构同来构建一个钢筋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否则就是混凝土砸砸 这是传统安全范式 与内设安全的区别 我不只能讲 时间来不及 它前面是四中四后 我们可以完全四前四后都能做 所以基于内设安全理论方法的设计安全 才是中国数字车带系统 底层驱动范式转型的基础 我不论是制造车的设计安全 还是使用车的附加安全 如果不能实现网络安全范式转型 就不可能从根本上 实现数字车带底层驱动范式转型的愿景 那么特别要告诉大家 基于内设安全构造的设计安全 几乎可以满足网络台形系统 所有欧美提出的500项指标 我们只需要一个构造设计 就能对付它的500多项的东西 这个已经从你那个时间上证明 所以内设安全理论方法 可以一体化的去解决 没有网络台形系统工程的重大硬核问题 关于不依赖关于攻击者的先验知识 它小越高墙都没有 一体化构造能够负能获得指数量及安全 安全系可量化设计 可以9万倍巨值四周攻击 黄金解册法 总之内设安全负能网络台形设计 根本上跳出经历网络安全理论方法 无法因为不确定安全威胁的困境 实现可量化设计 验证度量的设计安全 从传统安全范式的网络台形设计 到内生安全的网络台形设计 这是一个巨大转变 是美欧网络台形工程方法 怎么样难以达成 那么最后 简单介绍网络台形中国方案实验 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照着美欧的网络台形转型的方法去做的话 看看美欧是怎么说的 在他们公开的最新版网络国家安全的支出 发展安全可靠可信 且符合发达国家能力设计 与价值观的数字产品 要使得发达国家能始终占据 全球战略优势地位的数字化未来 所以他的高原小高墙小院什么举盟体制 都是对我们是做了一个约束 所以我国对原有数字时代系统掌控 远为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就是现有的数字现在我们都没掌握 所以网络安全范子 直接也没有跳出人家化好的圈圈 然而我们如果继续延长线上跟踪的老路 继续跟着美欧的弹性的这个路子走 那难以避免再度被陷入 被牵牛鼻子掐脖子的困境 其实国家在十四五 信息理由二零三五发展规划 国务院十四五数据官 都已经把这都列进去了 国家网络安全都列进去了 所以至极我们也举办了 三届网络安全的发展大会 欢迎同学们和老师们 能够参加 永远参加今年的 那么相应的 已经去年工信部 也公布了11项标准 8月1日去年8月正式实施 另外的内身安全负责的数字 技术设施产品投入批量生产 资金已开发出20余内 40多款内身安全产品 这个地方要讲一讲 这个内身安全 我们中国人喜欢在IT领域 其实不光是中国人 喜欢自黑 自我陶醉 自我吹嘘 那我想我们不能干这个事 怎么办 我们在6年前 7年前 在南京紫一战事件 搭建了一个面向全球 黑客 管理是线上来线下来 管理是实名来 匿名来 管理是黑客来 是白客来 都可以 我们有一百多位 线下产品进行了测试 全球精英团队 包括美国网军 俄国网军 这些好像一流的都来过 那么迄今为止 7年前 我们所有基础内身安全 设计的参赛产品 资金都保持了 不坏金身 有金钟烧和铁布山 的世界纪录 如果有不服气的老师和同学们 你们可以去挑战一下 实名去挑战 200万 赏金猎人的赏银 可以保证在半小时之内 达到世界各国的仗 你任何人只要突破 就有200万现金 好 内设安全理论发表 开辟了全球素质生态系统 转型的新路径 不是说只有美欧的路径 我们有 因为世界浪潮 网络安全责任 自在从应用车向制造车转移 设计安全 要基于内设安全理论 与构造 来设计数字系统的网络弹性 过人安全 形成一种开箱既用的 数字产品 内设安全的质量规范 那么范式创新 网络内设安全 范式来复得 素质生态系统 底人驱动办法转移 引导生态 在完全开放 不是开放 这个讲错了个字 完全开放在环境上 我们可以用 西方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公司的产品 怎么样 我们基于内设安全的构造 我们都可以 推出负责任的数字生态 设备和系统 相应的我们的教育系统 要从培养 网安保镖 像掌握 内设安全理论方法的 负责任的设计者转变 我希望同学们 能够成为负责任的设计者 那么同时我们也创立在全球 创立了中国特色网络内设计学派 在同时呢 我们跟中国科学出版社 与法国EDP 出版社联合 全球首个网络安全与工人安全 交叉问题 研究一文看 然后在去年 很荣幸 我们获得了 都有了这个 这只有百分之十的 才能被他收入 他的中文名词 中文一体化安全 我们这全是应用版的 欢迎大家投稿 最后 内设安全复杂网台 开评了 我国数字产业界 网络安全发展的新范图 我也再呼吁一下 我们需要更安全的 数字基础设施 而不是更多的 网络安全产品 欢迎大家参加 中国网络内设安局 产业联盟 谢谢听听 好 非常感谢 这个吴院士的精彩 的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 真是 这个 大家听得都非常入神 让我发现 给这个 吴院士报告一下 我们在这个网络直播平台 大概有这个30万的 超过30万的 这个观众 这个聆听了 我们这个吴院士的 这个精彩演讲 这个影响力 感染力非常强大 非常强大 谢谢 大伙有什么问题 对 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那个大老师 您要不要先提个问题 或者 大老师可能暂时临时不在 那我就先摘一些 这个 我们网上的 这个老师和同学的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吴院士提到了 这个一系列的 包括我们 这个 这个网络空间安全的问题 等等 然后 现在呢 我们也在谈 这个量子信息 网络 类似这种 对于这种 基于量子信息的 这种网络 它的安全问题 这个吴院士 能不能给这个指点一下 好吧 好的 这个量子信息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 如果它不能够完全的 完全闭合 就是完全闭合在量子空间 那么只要说跟现在的这个 现在的空间有交集 那这个安全问题 就是就是新预心智安全问题 所以现在看来 量子空间的安全问题 可能是因为跟其他的交叉 会导入 就他本身来说 他的安全问题怎么样 这个目前的 我觉得国际上这个研究 还都在很 这个什么样子 很发散 现在还没有说怎么样 但是看到什么量子立马 然后量子计算的破一 等等这样一问题 可能 我认为 我总认为量子空间 如果跟现有的网络空间 或者是数字空间 现有既有空间 要进行关联的时候 它不可避免的也会存在 安全问题 好的 好的 谢谢这个吴院士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吴院士 提出了这种 非常具有这种 国际的引领性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内生 实际上重勾性的 这种方法 内生安全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延伸性的问题 也是请这个吴院士来 看能不能给指点一下 如果从这个软硬协同的 这个角度 如果是我们有一些这个 我们这种新的 这种内生安全的这种架构 对这个硬件体系 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 比较理想的这个要求 或者新要求 是这样的 因为你严格说你的硬件 如果是一个 承受承受控制 这是实现承受承受控制 机理的一个硬件的话 理论上来说的话 这个硬件也要 采用内生安全构造 就像这个 欧式空间三角形 它具有几何稳定性一样 你这个 这个硬件设计的时候 要按照内生安全构造 来设计你的 这个硬件功能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 上面你的 硬件不至于会 因为什么 幽灵啊 歧视啊 CPU的漏洞啊 等等来导致上层 这个系统的 这个不安全 所以理论上说 作为这个 承受承受控制的 实现机制的硬件 也应该按照 内生安全构造来设计 哇 这个 这个就更大的一个 这个体系架构了 这个在这个 无验室的这个 这种架构的这个 这个引导之下 做更大的这个体系啊 好 那个也机会非常难得 看看这个 我们 这个腾讯会室的 这个各位老师同学 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的话 也可以直接这个 请教一下 这个无验室 好 有一个 提了 对 还有一个问题 那边有一个问题 然后 看到那个吗 看到看到了 就有的同学 有有有有 有老师问的 就是这个 跟这个 移动目标防御 有什么区别 应该是说 移动目标防御啊 他仍然是一个 基于先知识 因为他不能对付 这个位置的位置 比方说 他无法对付后门问题 你比方说 我们现在 我们有四个人 大家都能够来 做这件事 然后我们在能换 不断的变换 我们在执行 但是呢 对攻击者来说 我只要搞定一个人 那就是有一个后门 比方说 我们专门等着 吴老师出来 什么戴老师也好 任老师也好 这个吴老师一出来 我就喊弟兄们 有什么事 警惯招呼 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有问题吗 所以他那个 移动目标防御啊 还是去防 他还只能 就是防君子 他不能防小人 他对后门 他几乎是完全无力 再一个移动目标防御 也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防御效果 理论上 跟他的动耐性 强相关 而我们知道 一个系统 如果要快到那种程度 的时候 这系统开销 几乎是不可能用 所以那个 移动目标防御 现在只有一个 在应用 就是指令 随机化 或者 随机化里面 用了一下 其他的地方都没有用 所以 这是十几年前的 这个东西 现在已经不再实行 实际上 他仍然不能反悔 因为他不能保证 这每一个人 都是绝对忠诚的 那么 律师安全 他不是要求 每个人是绝对忠诚的 他是从相对正确来判定 就是我们多数人的意见 我们认为 多数人的意见 在大概率上 是对的 是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 所以他这样 异构若无判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的话的移动目标是 就是已经很很low了 应该是个很low的 好的 好的 那个时间过得很快 这个 我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精彩的 引领性的 这样的一个 真的是大报告了 一个 占领性的报告 然后 怎么说呢 我们还是希望 在未来的更多的场景机会 能够聆听到 无怨时的更多的精彩的 一些指点 一些引领性的这种思想 好吧 然后呢 这个欢迎呢 无缘是在合适的这个时间 到清华 现场给我们这个指导交流一下 好吧 这个 大家如果 这个 这个想进一步了解的话 就是 内视安全负责网络弹性工程 这个 这本书啊 在网上是可以买得到的 反正 我觉得这个 现在可能能买到 原来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疯抢 疯抢 现在应该还是能买到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去研究 尤其是 怎么样去完善这个理论 特别是 到目前为止 全球 没有任何人提出颠覆性的质疑 没有人 还没有提出任何 我的这本前一本书的话 在 在亚马逊 网上书店 斯文尼英格已经销出了一万多车 我大概现在有将近四万欧元 这个 这个 所以 这里面 评论很少 有一篇朋友就说到 中国人可能会依据这样的一个理论和技术 获得独特市场 这个有这么一篇评论 我觉得您那个 您刚才提到的那个 金刚不获之声 也是非常具有这个说服力的 对 就是摆在这 谁来都可以 不用说 什么自己偷偷摸摸 自己撤 然后自黑 这种事情我不敢 这个太有说服力了 而且这个时间如此之长 这个也是一个记录了 真的是 对 好的 那个时间关系 这个非常感谢这个吴院士 真的是一气呵成的一个战略性的大报告 然后我们再次感谢这个吴院士 也这个欢迎 如果刚才所说 这个方面的时候 吴院士再到这个 这个清华现场 跟我们那个做这个交流指导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吴院士 好来 再见 也谢谢各位这个观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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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